7 年 泰山皇掌管大海底 西北方旭照石下的熱魯大地獄 此重大地獄周圍八千里 并領設十六小地獄 除綠自吞小地獄 舌空小地獄 蝶腿火壁坑小地獄 牙叉抗法小地獄 犬咬勁骨小地獄 鬱痛哭九噸小地獄 裸頂開壓小地獄 頂石敦勳小地獄 吞寶上下斷咬小地獄 鯉皮豬拖小地獄 吊搭竹小地獄 拔舌穿械小地獄 抽搶小地獄 裸搭寬雀小地獄 落手指小地獄 由苦滾烹小地獄 凡是在陽世 陳犯以下聚事 發日本地獄獄 一 練食紅圓 陰祖 人包等狀陽動人的邪惡藥物害人 二 浪費不折散 揮霍無盜 三 盜取棺材裏面的衣物保釋 盜取死屍或屍骨來造藥 四 將他人最親愛的親戚朋友 予以拆散 將同樣式 賣給人家家做皮女小老婆 為其一生的幸福 五 任憑妻女墮胎 斟死女嬰 焗死私生嬰兒 六 纏妖朋友賭博 令到他輸錢 敗家 七 為人施表 不嚴格教導學生 以致耽誤他人子弟的前程 八 不顧所犯事情的輕重 滿力敲打學生 疲勒 容人以洩憤 甚至令他暗傷得病 九 持住勢力 如肉香里 用搶奪 設計引誘 詐騙販賣的方式 詐取錢財 十 遮酒莊風 違背 背液專長 淤酒 以致做出違背常理 傷害他人的舉動 十一 涅造是非 揭發別人隱私 尖酸逢馳他人的過失 搬弄是非 令到雙方滋生時端意外 以上在陽世所犯的罪事 一條一條地查明清楚 在這個熱魯大地獄裡提出自罪 之後再發交相關的小地獄去受苦 期滿之後再轉介第八殿查明有沒有犯罪 再予以自罪 人間所服用的藥 以天地之大哪種藥物不可以取用 將琴、獸、蟲、魚、鑑山殺死黎衣病 已經是良心大壞了 竟然食用紅圓 和浸在婦人音中的大祖 嬰兒的包衣、瓷帶之類的東西 豈不是居心更壞 一旦食用這類污衛的東西 這樣口蝕和婦女的陰惡無異 還指他在世上多番行善 誠經、持咒不單止無功德 而且有大罪過 陰間閻黃也絕對難以寬恕 凡是有這種行為的人 聽了這段勸戒要盡快戒除 唯有買百萬隻以上的生靈來放生 或者叢金戒殺 每日早上朗口之後念中佛號 敢臨終的時候必定有靜熱使者 用光明燈照除口裡身上的臭味污蔑 如此方能夠消除以上的罪惡 人間有偷視被火燒死的人骨 和私生墮胎嬰兒的全身皮肉 用來製造配合做藥 同時有偷竊死屍的毒瘤骨頭 賣給中醫做藥 這些偷竊死人骨頭的片偷成淡 為數眾多 將其中骨頭堅實的賣給商家 造成髮器等 骨質膚鬆的雷為粉末 或者做逍遙之用 像這類人在世的時候 就算曾經有功於世 勾入陰師之後所做的功德 抵衝其他過失 這種偷渡他人為體的罪過 嚴皇絕不輕減 立即發入熱魯大地獄受刑 或者再發入相關的小地獄受撫刑 之後再通知第十點 如果轉發為人的時候 要割去耳朵、眼睛、手、腳、嘴唇、鼻孔之類 令他的五官身體殘缺一兩件 來報應他的罪過 假如世人有犯以上這些罪惡的 肯立即懺悔 永不再犯 而且如果遇到貧苦災難的人家 無力埋葬者 能夠捐贈棺木 或者圈道親友幫助多人安葬 這樣這家的造神 就會在歐史詭役的牌票之上 點一個黑點 到時候准許免受這些暴刑 人間偶然偶栽坊 五谷欠修的地方 有人無得吃 因而倒地死去 甚至有機民尚未斷氣 而有些無良心的黑點 將他們的肉割下來 沖做饅頭、糕餅的餡 賣給他人食用 如此心狠手辣 喪盡天良景度如此的地步 犯下這些惡行的人 戒道之時 賢王立即將他們分發各地獄 嫁從各種刑罰 痛苦四十九日 受各種刀、虎之刑 以後 通知第十殿的賢王著名於寶冊之上 轉告給第一殿的賢王知道 添加列入在生死寶內 下一世 如果分發轉身在人道 就令投胎為餓死的機民 如果轉身到畜生道 就令他縱使見到被拋棄的哨水 廢棄食物亦難以入咀 而以餓死來報應他 這些罪魂除了不准以陽世所造的功德底評 並且不能夠免除下世受飢餓果報之外 凡是不吃人肉饅頭、糕餅的人 在知情之後仍然繼續食的人 亦令他在下世轉世為人或轉世為畜生的時候 煙喉腫痛、腹衰餓極 飲食皆滴水難盡 以如此萬分痛苦而死的惡報來報應他 凡是事後察覺是人肉、嚴敢再食的人 情有可原、不用受報 犯了以上罪事的人 如果能夠在遇到五谷欠修之年 倦自鎮災製重或煮粥飯報師 或將一升半盒的米 逐家逐戶地報師給貧湖 或煮山薑、黃豆的龍湯 放起交通要道邊 救濟遍黑的飢餓民眾 如果能確實做出這些真正利益大眾的功德 就不止是以上的罪過全部予以消去 而且暗中增加這一世現世的善暴 和下一世的復壽 以上三條罪行和消罪之法 是本殿文武判官和大地獄的史詩所議定 並就請核定 錄入本殿的《已決事項》裡面 亦將獄中國判官所議定的 一起呈就被《玉皇大天尊》批准之後 一併記載在《玉曆》裡面 同時亦通行地獄中 供各判官作為有關官利 既明星官掌賞的根據 至於人間一切作業造罪的微細情節 諸神原本就已經相宜 以定好報應的律則 此外 好似楊間的軍事 政治的公務禮儀有違約之處 或者施作違禁品等罪情交為細索 而陰間法律未能完全包括的部分 日外遵照楊誓各國法律所定的律例自罪 自罪之外 倘若有人逃離躲避制裁 並牽累他人的話 同時通知《抖察》、《速報》等官吏 准予利用神通顯化追回 以上各神名而遵照 世間的男女 假如能夠在3月27日 余蘇清淨身口義 向北方或向天發誓懺悔改過 並將玉力捕抄印陣 以勸化人間的話 准予免受本殿種種苦刑 方才經典裏面講到 人間所服用的藥 以天地之大 何種藥物不可取用呢 但是人為了一己之私殺害生命 甚至妖言惑眾 鼓勵使用各種奇珍異獸 不潔之物作為藥食 其實天地間各種植物礦物 已經足夠食用和藥用 並不需要殺害生命去取得 但是人類貪欖無微所造的惡行 真是觸目驚心 現代工業發達 在食品中違法添加各種有害物質 傷害廣大群眾 將來亦都是要受報的 現在雖然沒有人肉包 但是也有無良傷人 用病死的動物造成食品和藥品 是 真是可怕 說得沒錯 所以大家更應該本着 慈悲護身的正知正見 審慎選擇食品和藥品 這樣不單是保護自己 亦都保護了其他生命 總能夠間接抑止其他人造惡 你們說 這樣是不是一舉三得呢?